过年肯定少不了一锅晾汤 今天铁头准备了豪室和发菜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鱼翼美好的豪室发菜汤 另外还准备了一块土鸡 还有几个瑶柱 首先我们把发菜豪室还有瑶柱 全部用清水给泡开 接着来把这半只老母鸡给清洗干净 把肥油给它剥掉 用来煲汤的鸡我们要选用老一点的鸡来煲 煲出来的汤水比较香浓 洗净后把鸡砍成稍微大一点的鸡块 看好它去焯水 冷水下锅加上几块姜片 烧至水开后给它煮上两三分钟 焯水的时间我们另外来切一块姜片 切好的姜片直接放入砂锅 再加上适量的清水 煲汤的水量我们要一次加过 中途加水的话爆出来的汤就不好喝了 盖上盖子先把它烧开 这边水已经烧开了 先把表面的浮沫给打掉 水开三分钟后滑了捞出来清洗干净 焯过水的肉类我们记得要用温水来给它冲洗 要不然肉质会变柴 把表面的杂质给冲洗掉 煲汤的水也已经烧开了 把鸡肉加进去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煲一个小时 接下来要把泡好的豪室还有姚柱给清洗干净 豪室和姚柱中多多少少会有点沙尘 我要给它冲洗两三遍 把洗净的豪室和姚柱加到汤锅中一起煲 最后我们来把泡好的发菜给清洗干净 逢年过节做好事 在我们餐桌上经常都能看到发菜和豪室 它们意义着好事发财呀 过两片水把那个沙尘给抖掉 洗好后把它抖出来放一边备用 我的汤煲了有一个钟了 哇非常香浓啊 现在把准备好的发菜给放进去 稍微搅动一下 再次盖上锅盖让它包多十分钟 可以了时间已到 最后我会给它调入适量的盐 胡椒粉来点 再次搅动一下就可以开口了 一款汤鲜味美的好事发财汤包好了 既好喝一头又好 过年大家记得包来喝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包出来的汤真的是鲜掉眉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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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